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内在的一些结构 那我们学过就是说 刚刚树列的有五个重要的定理 或者是公理 那完备性公理是一个实术的 一个基本的假设 那我们在之前 事实上是利用了完备性公理 就证出这个单调收敛定理 单调收敛定理就是说 每一个简单来说 就是地真数列 有上界必有极限 那然后 所以我们是从一 就正到二 那个证明大家想一想 就是因为你是单调 你是地真有上界 所以你就有一个最小上界 那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证明就是 你的限制就是到这个最小上界 所以我们要用到这个完备性公理 才能证明这个单调收敛定理 然后利用这个单调收敛定理 我们就证了这个所谓的区间套定理 区间套定理是说什么呢 是说如果我有一个递减的区间 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这样子 然后它的区间的长度是趋向零的话呢 则它的必然呢 它的交集只有一个点 只有一个点 而这个点呢 就是这个区间的 这系列区间的左端点的极限 也是右端点的极限 那所以我们是 从二去到四的 因为如果你记一下 记一下我们那个证明呢 是这个左端点是地针 右上界所以有极限 我叫做A 那右端点 右端点 左端点是AN 它是地针 所以呢 有极限我叫A 那右端点呢 BN是地降的 因为你是区间套 一个比一个小这样子 所以呢 它有下界 所以这个极限呢 我叫B 那所以我的交集是非空的 然后 然后我这个 这个A跟B呢 当然是要一样 因为BN减AN的 limit 所以这个已经是因为我的单调收敛定理而保证的一个结果 这个A跟B 那 然后他们的差异我知道是去向零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的AB呢 是要相等 只有一个点 只有一个点 而这个点呢 当然是在这个 这些每一个区间里边 然后最后我们就说 除了这个点以外 没有其他的点 那那个呢 用一个夹击就可以给他 讲清楚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单调收敛定理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让我们去证明这个区间套定理 然后我们利用基因套定理呢 就是一个切一个 一个切一个呢 就是将这个Bosanova-Strasse定理呢 也给他证明清楚 它是Bosanova-Strasse定理说什么 有界的数列必然有一个收敛指列 那我们就是一个切 再找一个点 再切一半 再找一个点 再切一半 再找一个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找到无穷多点 那然后一个比 每一个点呢 都是在这个数列的后面 都在前面的那些像的后面 所以就是一个直列 而且它会收敛 那然后 这个Cosy Sequence 科西半别法 是说Cosy Sequence呢 一定收敛 Cosy Sequence是说 它尾巴可以差异呢 可以任意小 这个数列的尾巴 差异可以任意小 那我们是 基本上是 是这样子 从三呢 我们正到五的 这个是上星期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是说 这个 它如果是Cosy的话呢 它一定是帮的 它一定是有界 所以 博山的瓦斯拉斯定理呢 就保证 它有一个受敛的直列 然后我们在利用 Cosy的这个性质就说 事实上这个受敛直列的极限 就是整个数列的极限 那就 那就 整个精神就 就是在这里 那就正完这个 这个定理 那 那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 一些有关时数上面 数列的性质 那这些性质呢 跟我们一般所说的 一些 数列的性质呢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呢 有讲过 如果Limit An等于A Limit Bn等于B 则Limit An加 Bn 就是等于A加 B 那这个呢 我们完全没有用到 完备性功力去推导的 我们只是 小心地运用 这个Epsilon An的语言 而这个是定义 这个是Limit的定义 完全没有假设的 那 我们的 夹记定理也是 你有Limit的定义的话呢 我们小心地去看 这些 Epsilon An的语言的话 那 利用这个 这个语言 我们就可以 保证 就是这个 这个夹记定理会成立 跟我们 就是完全都 跟完备性功力呢 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些呢 如果我们假设了 这些东西都成立的话 那 我们就能够说明呢 就是说 以下呢 这五个命题呢 事实上都成立 所以 我刚才呢 事实上内在的关系呢 是 是已经 已经 给他 大概有讲一下了 那 我事实上呢 今天 重要的 那个命题呢 我今天呢 主要要做是 如果 如果科西判别法成立的话呢 则我的区间套定理就成立 那 如果区间套定理成立的话呢 则 我这个系统呢 一定要满足这个完备性功力 这个就是 如果我这两个都做出来的话 那我说这个系统呢 就是 完全等价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是从 一到二 二到 四 四到三 三到五 那如果我 五又到四 四又到一 则 我从 任何一个 命题出发 都可以 退到 另外的 其他的命题 是不是 整个 循环就是 就是 OK的 比如说 我可不可以 五到二 当然可以啊 我也可不可以 三到二 也是可以啊 三 可以 所以倒到五 五到四 四到一 一到二 那 如此类推 所以啊 这个是 呃 成的 好 那 呃 我们来 将这两个命题呢 给他 呃 说明一下 所以 我的区间套定理呢 就是说 我现在 有一个 in 是等于 an bn 而这个呢 是 有一个 系列的 然后 这个是 有界 币区间 然后呢 我的 这个区间呢 的 长度 距离 要等于零 那我希望呢 就是说 他们呢 就是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 而且这个x呢 就会是 an的极限 也是 bn的极限 是 是这样子 做 好 那 那 那主要就是说 最主要就是说 我要说 an有极限 bn有极限 那 现在呢 我就不能用 单调收敛 我实际上要说 这个an 是koshi bn 也是koshi 所以 科西的 判别法 就是说 他们有极限 我要做这个事情 那 呃 这个是 ok的 我们知道 就是 呃 呃 事实上我们的资料 有多一点 就是 你的bn跟an啊 它的limit是等于零 它不只是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是一个 非复的数 它们是一个 呃 呃 它们是一个区间的 左端点跟右端点 所以bn减an啊 一定要大于等于零 啊 所以 呃 利用这个 这个结果呢 我就说 我将用epsilonn的语言 来给他写的话呢 我就是 知道 有一个 呃 我叫大k吧 哦 哦 使得呢 大k里边 大k后面的 呃 东西 都是 这个 这个 都要小于epsilon 啊 那因为它们是正的 所以我可以绝对 就可以拿掉 那我也不看大k以后 我只看大k就好了 啊 所以 啊 我这句话就 就成立 啊 那 呃 换句话说就是 我的呃 呃 k 渐epsilon 就小于ak 是这样 啊 那 可是 呃 呃 这些我们也是已知的 就是 ak an是地真 bn是地降 啊 区间套一个套一个的话呢 必然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呃 性质 所以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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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随便 那个k以后的任何项呢 呃 比如说an 跟am 哦 那 我都可以呃 呃 一个 比一个 大 那 然后 每一个呢 都小于 bk 哦 因为它是 那个区间呢 是一个套一个 一个套一个的 都小于等于bk 哦 这个是 对于所有的 m大于n 大于等于k 哦 那那个cosh的想法就就来了 哦 好不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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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am当然是im的 左端点 an是in的左端点 那这个左端点呢 是 都会在 这个 ak跟bk里边 因为它们是 跟后面的 那个 呃 呃 呃 币区间 哦 那 呃 你这样子的话呢 你这个 am 跟an的距离 就不需要小于 epsilon嘛 哦 因为它就 这个am跟an的距离 就会小于 等于 b大k 减到b大k 加epsilon的距离 哦 实际上这个绝对值是 多余的了 哦 那 就是等于 epsilon 那 因此呢 我就结论是什么 an是koshy 哦 那 利用koshy criterion 我就是 我们一般都这样子写的 hence convergence by这个koshy criterion 哦 那 同理呢 呃 我的bn也是 也是koshy 也熟练的 啊 我可以 啊 啊 我的bn也存在 我就link 这个a 是limit an b是limit bn 哦 哦 那 呃 这个b减a啊 当然是等于limit的bn减an 哦 这个是limit的一个基本性质 哦 各自都有limit的话呢 我就可以拆开来 对不对 哦 那这个是等于零 由于我们的 给定的条件 那 换句话说就是 我的a跟b呢 是呃 要相等 啊 啊 我的a跟b呢 要相等 哦 我的a跟b要相等 好了 那这个a呢 当然我希望它是在这个 区间套里边 啊 在每一个区间里边 哦 这个是我的第一步 那 剩下来的跟原来的证明呢 是非常像的 哦 嗯 接下来是我要说 这个a啊 事实上是 在每一个an bn中间 那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 呃 一些呃 一个简单的性质 啊 呃 首先就是 左方的一定是对的 哦 呃 因为呃 你 你固定了这个 你固定了a 你固定了n 哦 那 呃 大于n的m来说呢 我都有就是am呢 因为它是地震的 所以呢 它一定是这个样子 也小于 bn 哦 ok 哦 呃 区间套啊 所以这个am bn 这个区间是在 这个区间的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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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的区间的子集 所以呢 这个点呢 是这个 然后这个固定了 这个 这个是收敛到a 那这个a要不要在里边 啊 当m去上无穷的时候 哦 我们利用夹击 哦 小n固定的是m去上无穷 啊 所以它还是要在里边 还是在在在里边 因此呢 呃 呃 当m去上无穷的话呢 左方是 还是an 右方还是bn 哦 哦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哦 那这个小a呢 就是在在里边 那 呃 第三个 第三个点 呃 就是没有其他的点 哦 那这个 这个很简单 如果你有这个x的话呢 事实上利用这个这个来看的话呢 就是呃 没有别的x的了 因为如果真的是存在一个x 也是在这个in 所有的n来说 我们都有呢 a跟x呢 都在bn 都在里边 可是啊 啊 n 现在是n去上无穷 是去上a bn 也去上a 那你的x呢 也是要去也是 就需要等于a了 哦 那这句话呢 就是表示说 这个是n去上无穷 这个是m去上无穷 是不一样的 哦 那我就有a等于x 那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这个 这个区间套定理呢 就成立了 哦 我们只用到limit的一些基本的性质 重要是加上我们的coshi criteria 这个事情 哦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那我们就给它呃 呃 证明清楚去间套定理 OK 怎么样 哦 那个 搜那边的那个那个部分 是 超级只要弄一点小于点个性 还是要严格小于 呃 呃 严格小于哪一个 你说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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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是可以 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哦 因为这边是绝对是大于 都无所谓嘛 我们之前讲了就是说 这个如果小于等于ε 也够了嘛 是不是 哦 这样子会比较更精准 哦 哦 好 谢谢许定 好 所以啊 这个 5到4呢 是成立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要看4到1 4到1呢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直观的一个图画 哦 我们如果一个集合 在R楼里边 然后它有上界 然后它有上界 如果它有上界 那我要说它有一个最小上界 哦 它一定要有一个最小上界 那就是我说我是利用区间套定理 跟一些我们对Limit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来给它说明的 那这个我用一个图画可以给大家画出来 啊 对 我不详细写了 嗯 假设你现在呢 A 大A是 一个点集 它不见得是一个数列哦 它是一个任意的集合 啊 它是一个任意的集合 然后 我现在外面呢 有一个U 啊 那 嗯 如果U是在A这个集合来说呢 U有可能在 有可能不在 我觉得它是它的上界 它比 大A的任何的元素都要来得大 那 如果 它是在大A里边 那这个问题就 讲完了 哦 它在大A里边 它就是所谓的maximum 最大值 最大值 必然就是最小上界 啊 啊 那就做完了 啊 那 那 万一它不是 它是在A外面的 哦 哦 那 嗯 我们 我们就 开始 要找一个区间套 那 整个想法呢 就是用切割 那这个方法呢 是 是重要的方法来的 啊 在我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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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A里边呢 随便选一个点 这个点呢 我叫做A1 哦 A1在大A里 呃 那然后呢 这个U呢 我就叫B1 是这样子 那当然A1跟B1呢 就含着这个 这个 这个I1呢 跟大A呢 是有交集的 哦 哦 起码小A1 就是它的 小A1 当然 当然是在 是在大A里边嘛 哦 我是选择小A1 是在大A里边的 哦 所以它一顶交集是非空 然后 哦 哦 那 那它当然呢 如果这个刚好也是 大A的最大点 那也做完了 哦 所以它就是Superman 最小上界 那 那万一它不是 中间还有一些点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再切割 切一半 好 切一半 我们看看 右半 有没有大A的成员 大A的元素 那 如果有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的A2 这个就是 这个U呢 如果有一个Y 在这个区间里边 包含这个Y有可能 可能是刚好是A2的 那我们呢 这个就是A2 B2 如果没有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的A2 B2 OK A2的B2 那 所以我又设了一个I2 I2呢 它是等于A2 B2 而且呢 它跟A呢 这交集是 的交集是 非空的 好 特别的话呢 就是 这个A2 B2呢 这个B2是上界 B2是上界喔 它是整个大A的上界 它不在A里边的 它不在A里边的 那这样子呢 我又再切 切一半 那我就 那个区间套呢 就做出来了 那我就 一系列的就是 都要 要求每一个区间 跟A的 那个交集 非空 它有一些点 然后 其中呢 右端点是极限 那中间呢 就有一些大A的点 是这样子 OK 那 好了 区间的 而且呢 我这样子 一般一般这样子切下去的话呢 这个区间 当然距离是去向0 所以区间套定理就 就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话 我这个交集 IM 就是要等于某一个X 而且这个X呢 是等于 Limit的AN 也等于Limit的BN 是这样子 那 这里呢 每一个BN都是上界 所以这个X 事实上也是上界哦 对不对 你固定一个小A A 大A的元素 它都小于每一个BN 然后Take Limit以后呢 它要小于等于这个X 所以它是上界 然后 可是它又是这个AN的Limit 那这个AN 基本上是A的元素里面呢 它可能不是完全是A的元素 可是 有这A的元素比它大 那 所以 这个X大概就是 最小上界 是不是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最小上界 那 这个点当然是可以证明的 那 那就 我 不叫X 我叫一个KC 好不好 所以 容易看得出来 KC是 KC是上界 我要说呢 KC是等于 Supremum A 这个是我要证明的 好 那 那 这个当然是 做得出来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 Limit A 是等于KC 那 所以 我 给定了Epsilon 它是Supremum 的话 意思 事实上它是满足了Supremum的 第一个条件 所以 只差第二个条件 那 我当然用 那个 所谓的2'的条件 就是 可是小一点点的话 它就不是上界了 对不对 它小一点点 它就不是上界 那 因为小一点点 只有AN比它大 某一个AN比它大 那就 就成了 就成了 为什么 就是 因为 这个Limit 所以 对于所有的Epsilon大于0 我都 找到 一个N 使得呢 我不是要N后面的 我只需要AN Epsilon 这个KC A-AN 是小于Epsilon 然后 它是大于等于0 这个AN 当然是递增到这个KC的 它是 一个递增的数列 那换句话说就是 这个KC-Epsilon 就要小于A大N 是这样 但是A大N 就是跟这个B大N 这个区间 B欄有一个元素 是在A里面 所以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做了就是 你可C减一点点的话 我只有一个大A的元素 比它大 利用这个Limit的性质 所以 它满足了 它满足了2' 它就是最小上级 它就是最小上级 我证完了 好 那 我这个图画呢 跟笔记上面呢 是 有一点点差异 事实上就是 这个图画比较精简一点 那 在笔记上面呢 我要讲就是说 假设它 这个A1是不是 是不是在大A里面 我每一次都分这个Case 它是不是在大A里面 事实上我也可以不管它 就是 假设它真的是最大值的话呢 假设A1是最大值的话呢 我每一次切呢 都是在左方 都是切左方 切下去 那个Limit呢 最后就是等于A1 那 也是成的 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OK 所以 我们就做到就是说 这五个呢 是等下的 我原来觉得是 在笔记上面呢 我原来这个Case判别法呢 我要加上 那个Ajimi的性质 对 我以前某一个时候呢 想的这个Ajimi的性质是需要的 今天 但是 这两天看一看好像也不需要哦 我开始以为是需要的 但是看起来是不需要 现在是看起来 我们没有一个地方需要用到 Ajimi的性质 需要吗 我们需要说N要比一个 比如说Epsilon分之一来的大吗 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可以 大家可以给它化掉 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 哦 这个Ajimi的性质我们不需要 那就 这五个东西等价就 就成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些东西是 有一点抽象的 但是 这个系统是很漂亮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欣赏到 那 整个逻辑跟 我们的这些 这些命题 这些命题呢 我们后面还会用到的 下学期还会碰到的 我告诉大家 它们是 时数的性质 那如果你 什么东西都看得最基本的状况 底下呢 你都要碰到这些 这些命题 它们是很有用的 一些命题 好 那我们先分一下 然后 那在笔记上面呢 事实上 我还给了另外一个 一个证明 就是五到二到一 五到二到一 那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事实上都是 来来去去 比如说二跟三 事实上也是 可以证明的 三到二 也是可以证明的 那我想我就不写了 你们可以想一想 三跟二 究竟是 有没有一些 直接的证法